国际罕见病预定在每年的2月最后一天 即2月28日 公立年润年则为2月29日 这一天旨在提高公众对罕见病病人的关注与支持 促进各国加强罕见病的研究与药物开发 罕见病只发病率低于一定水平的疾病 根据定义不同 通常为人口中十万分之一至五百人 全球已知的罕见病种类达七千余种 总计影响着6%至8%的人口 数量极为惊人 这些疾病症状复杂 病程漫长痛苦 然而由于发病率低 一直以来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为此2008年 欧洲组织率先发起了国际罕见病日 自此在2月最后一天 举行相关宣传活动 这一全球性启蒙活动 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 通过关注与倡议 有力地推动着罕见病事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国家制定出台了 罕见病防治法规和政策 给予罕见病患者政策支持和资助 医药界加到了罕见病领域的投入 推动新药物治疗手段的开发 拯救更多脆弱生命 患者家属群体也在这一天走到一起 通过讲述经历 推动社会各界的关爱与帮助 减轻罕见病群体的无奈 可以看到 国际罕见病日 拉开了一场持久战 那就是人类同罕见病的斗争 在这一天 全球都在行动起来 让我们一起 主劳这道守护脆弱生命的长城 我们下期再见